那市長也 這個各單位也都提出 這些重大建設的進度 我請教一下市長 那麼這些重大建設的進度 有多少可以在你的任內 你任內剩下兩年 有多少可以在你的任內來完成 請你簡單說明一下 瓜哥議員 這個我們的綠美圖 就是圖書館跟美術館共購 明年底會這個完工營運 然後第二個是會展中心 明年底也可以完工營運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的台灣電影中心 那現在已經一約了 那也是要改在後年 也是我的任內 那另外我們的轉運中心 就是水南的轉運中心 那也會在我的任內完工營運 那這會是台中市第三座 我任內第三座的這個轉運中心 那唯一一個就是巨蛋 那開了工 那因為巨蛋的供期很長 巨蛋不在水南經貿園區 對 它在那個旁邊的地方 那在那個地方 所以可能要到 要下一任的市長 謝謝 那台灣智慧營運堂呢 變更計畫 我們會做好規劃 因為它中間有換過地方 那所以呢 現在要重新開始 謝謝 市長 我想你提到這些水南經貿園區 重大建設 那其實這幾年 我們水南的發展 其實是延宕非常的嚴重 這些重大建設 這個預算追加的追加 工程延宕的延宕 現在比較明確 可以有一個具體的騎乘 大概就是會展跟綠美圖 在明年來完成 那其他的你都壓在你這 這兩年的任期 我希望市長你要 這個做好工程的控管 並且要加強你的執行力 才不會整個水南經貿園區 整個預算已經編列邁入20年 結果到現在重大建設 其實我們耗費了 非常多的時間在這裡 這幾年 盧市長也已經執政6年了 可是我們看到有很多的 水南經貿園區內的投資 不管是AI投資 金融投資 企業總部 包括創研投資 都是零 整個在水南經貿園區內 的投資是零 我們耗費了許多的時間 我們看到AMD 我們看到輝達 在我上一次總質詢的時候 本企業特別提出來 他們到南部到台南去投資 結果現在多虧我們水南經貿園區 我們是智慧 低碳 創新 但是這幾年我們都沒有朝這個方向再努力 光是重大建設的延宕就已經延宕了非常久 所以整個的水南發展 在過去這幾年 其實延宕非常多 我希望未來市長 我希望未來市長你既然已經宣示了相關的旗程 一定要加強你的控管 加強你的執行力 不要讓水南經貿園區 不要讓水南經貿園區 整個的競爭力 包括水南經貿園區 相關的建設 非常重要 本企業多次在議會提出來 有關我們的中科特定區 所以我也要求中科特定區 通盤檢討趕快做以外 我也率先提出來 漢翔路 扶林路 趕快來打通 那現在經過這幾年的督促 當然我也看到 市政府有一個明確的騎乘 這個騎乘的掌控 非常重要 一定要分段分年 趕快來編列預算 那請教陳局長 漢翔路明年是不是有辦法來動工 我跟你講附近的居民現在都不煞煞 好 謝謝議員 漢翔路我們在今年度 我們 好 再來請影片